哈喽大家好 二姐刚开通了这个YouTube的频道 我知道Coco的粉丝是遍布全世界 也有很多这次是不能来参加追思会 所以31号的4点钟 我会在这里有直播 那希望二姐能做到 不要漏掉任何一个粉丝 所以这个非常艰难的时期 让我们一起陪Coco走这最后的一段路 谢谢大家 我记得UMI演唱会的时候 前一天有一个女生无偿浪票 那大家在想为什么 那结果是因为她那时候住院癌症 那那时候演唱会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没有想到Coco会知道这件事 那她的第一首歌 她就是先打电话给那个粉丝 一起为了视讯祝福 加油 就是当下第一时间知道的时候 大概过了大概五分钟嘛 就是开始哭这样子 就是连续哭了一个礼拜差不多 就是有感觉到她可能好像有点累 状态有点不是像以前一样这样子 但是不知道说对不对她过得这么的辛苦 她永远带给人家很快乐的能量 其实从她离开到现在我已经每天都爱哭 然后对对对所以 其实那是感觉失去一个很爱很爱的家人 所以那种感觉是没有办法磨灭的 所以到现在我都不相信她已经离开了 只是想跟她说你真的太傻了 请来参加的各位 好 帮我们在签名簿上给签名 帮我记得 我们这次追试会的话是只花一个礼拜的时间 那就是由零到零 然后我们粉丝的话 我朋友大概是二十几位 义工成立志愿小组 我们有选U&I 因为U&I这首歌的话是 Coco李文当初送给我们所有粉丝的歌 那时候刚开始看到的时候 原本以为是假新闻 那其实大家说真的到现在还没办法接受 那包含今天大家集合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是泪流不止 其实在Coco那时候出事之后 我有在网络上就是集结大家集体默哀 那很多粉丝他们就是有私讯我 那希望就是说我们这边 台湾粉丝看我们能够帮Coco做点什么 对所以我们就举办了这个追试会 因为Coco喜欢淡水啊 其实我们几个粉丝的名字他都记得 那像他每次来台湾 我们大家也会买一些他喜欢的美食给他 那他也会开直播然后回应我们大家 对就是蛮充分的一个明星 对我记得U&R演唱会的时候 前一天有一个女生无偿浪票 那大家在想为什么 那结果是因为他那时候住院癌症 那那时候演唱会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没有想到Coco会知道这件事 那他的第一首歌他就是先打电话给那个粉丝 一起为了视讯祝福家园 对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当下第一时间知道的时候 大概过了大概五分钟吧 就是开始哭这样子 就是连续哭了一个礼拜差不多 这一路上从来都没有跟大家说过他的辛苦啊 还有说他的其实说这段期间很低潮 反而这是让我们身为歌迷最觉得难过的地方 就是给我感觉到他可能好像有点累 状态有点不是像以前一样这样子 但是不知道说突然他过得这么的辛苦 我应该追了他二十几年了吧 对从他出道就非常喜欢他 他是我唯一追星过的女艺人 他永远带给人家很快乐的能量 太多太多几乎每一首歌他我都会唱 那我们也跟朋友们就是约定了 就是要开Coco KTV 然后就是整场只唱Coco歌 其实从他离开到现在我已经每天都爱哭 然后对对对 所以其实那是感觉失去一个很爱很爱的家人 所以那种感觉是没有办法磨灭的 所以到现在我都不相信他已经离开了 他是一个这么正能量 这么有就是永远带给别人笑容的一个正能量 然后又有善良又孝顺的一个女艺人 那为什么会就这样子 只是想跟他说你真的太傻了 怎么人生可以因为这样的 就放弃这么美好的人生和这么多爱你的人 你知道我们有多痛吗 那种痛是哭很多天都没有办法 对对所以我今天有答应老公不要哭了 结果我还是沿途哭上来的 主要是来送他送他送他离开 然后希望他一路好走没有病痛 不要再受犹豫症的折磨 然后可以可以知道我们有这么多爱他的人 我们一直都在永远都会记得他 他真的是我这一辈子唯一追寻过的艺人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